对对 哎那个还这么多啊,没来,往下退下 我这次这次的这个会议程我也简单想一下,我和那个文档也编辑不了了 整个这个A star那个那个那个能使用付费才能用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我靠,很怪啊 哎,哈喽,好好 就是他这个东西都要付费才能用,我编辑不了文档了,我都 你知道吧 一八是得付个费吧 你们付费吗 肯定要付费啊 付费你是学生,学生可以免费用 我靠好难受啊,我付费,我感觉不想付费啊 主要付费很麻烦,用快乐去报销,我不想报销 那你就自己承担吧,就十块钱一个月 十到一个月 我就不付费了,从此就放在那,作为知识库换一个 我看看啊,我把这个会议成钱要哪里,哎换工具我感觉 就很淡疼这个 十到还好吧,十到一个月 啥十到 没少付费了,变,变不了会议不能到啊,他超过免费的钱分了了,哈哈,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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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能要送一下你们的,在你们那个楼上开一个,哈哈哈哈,别这么惨了,我都要你们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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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这样发出去,人家一看,十刀一个月操不起,哈哈哈,这个社区,哈哈哈,嗯,嗯,不是,就主要是,确实是这个,对吧,哎呀,那个,要,要不就,就有黑客MD,啊,黑客MD,但是他现在图片的空间,嗯,我想一想,要不然就, 哎呀,我头疼,这种东西,要不然这样吧,就是反正,反正现在大家的文档协作也不多,啊,我就搞个那个什么,Google文档吧,啊,一开始我就想用Github,哈哈,免费到,对,Github也挺好的,我要搞Github也行啊,我就,嗯,OK,对吧,我现在,我现在等会儿腾到Github上,我觉得Github挺好的,嗯, 对,我这次那个会议主题,我,我简单想了一下,就主要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去讨论一些问题,就这个关于产品一些问题,第二个是让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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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 我就教哥来答疑解惑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说,嗯,再讲一讲那个,让圣洁也讲一讲那个,就style address,就上次就是Vitalic在文章里写的那个技术嘛,上次让他讲的, 其实还没,还没来,还没,还没讲,然后第四个就是说,我的那个产品想法,可以讨论一下,嗯,然后就,就没了,对,就是基本,然后同步一下信息,就结束了,啊,基本五个部分吧,算是,啊,好, 然后,我,我,我开始一下,谷歌,谷歌文档,我就是写一下,记一下,这玩意儿,我得,给他吧,我还得给他,都都转转回来了,在哪上面写,在那个,在铺老师的,新建的,就, 哎,哎,好像,哎,好像自己有一个,叫,我给你发一下,哎,有给他吧,你可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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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哎,没有你提,啊,被人注册了,我知道,那个,也不知道谁注册的,没,他也没用,但咱们注册的是,那个, community,吗,我把那个,看一下,对, 对,对,那个,POC的仓库也可以创建了,对,对,创建一下了, 对,创建一下了,这个都,那个谁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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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管理,让那个, Jackie,Jackie,Jackie,来搞一下,Jackie,是谁, Jackie,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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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找的,这个,权战开发,对, 做那个,欢迎,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双手,双脚,欢迎,还有吗, 哦,对啊,在这儿啊,这不就,简单了吗,这个,嗯,应该有权限的, 把我加,可以,你, 这个没有wiki啊,我看你没有wiki啊,我看他怎么怎么去,可以加,有那个艺术里吧, wiki,啊,我直接在,呃,仓库里吧,我直接就在,仓库里,那个research里面加吧, 嗯,你见个,见个meeting,或者是,啊,见个meeting也行,对,对,见个meeting也行,那, 好,行, 见个,我见一个倉库,稍等啊,见个new,呃,大家都能看到这个, 啊,啊,仓库管理,啊,啊,我们一起, 但是,但是我,见完之后怎么见到自己那边呢,我怎么没有见到那个, 那里吧,嗯,要,要不先,先开始今天的会议议程吧,对,对,但是我得有个地方,行啊,也可以,那我就,我就, 就,就这个,等会再说吧,我先,先找一个空白的地方,记下会议记录,然后大家就先,先看着就行,对,然后我就先,先用起来,好, 之前呢,我会,不然说,有什么,有什么不行了吗,不是说,就是那个,就是已经超过那个免费的空,分额了,好好好,我就那个, 共享屏,我屏幕啊,共享屏幕, 我,我好像不能共享,谁是host,是没有,我好,我又想,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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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问题,又是个问题, 我给你host,你,你能给我host,可以,可以,可以,老让给我,可以,老让给了你,可以,可以,哎呀,太敬业了,这个,能,能看到吧,这个, 看到,是,啊,看到了,ok,我们第一个议程啊,第一个议程是,呃,就是先,先,先梳理一下产品,梳理一下,梳理一下,梳理一下,梳理产品, 梳理产品,然后主要就是说,我在群里,问了一些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呃,就上次,呃,我不知道那个谁,那个那个,就是圣洁来了没,就上次,呃,讨论,对,他,他,他没来,上次,你看我的群里, 发了一些问题吗,我那就在这,对,呃, 呃, 在Jucky的那个,他的hab账号也可以发一下,邀请一下,不如是邀请你了,嗯, 嗯,柯定产品梳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呃,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呃,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这个钱包的,就是这个合约钱包,哎,钱包的,密钥, 密钥,密钥,我看好像有两种方式可以来,来就是设置,因为它是在创建里,创建钱包是设置的嘛,我看好像,好像是可以设置成,就是一般来说,现在的情节的,现在都是用那个, 那是用的,做密钥对吧,嗯,就是owner,他不能叫EOA,因为你看,EOA是基于,你web 3.GNS创建KeyPair,然后上面,呃,这个KeyPair又写入到了,没有Cold Hush 的以太坊 account 里边的,所以这种 account 就叫EOA account。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本地这种生成KPair机制叫做EUA 看见生成KPair机制依然是谁都可以用 但你不能把它这个机制叫EUA 对就是其实是KPair 其实是 但是它的好处是说 它的好处是用EUA的好处是说 用EUA的好处是说 有一个前端页面可以 有一个前端页面可以帮助用进行签名操作 对吧 就是比如说MetaMask 可以这么理解吧 你这个B应该提出来吧 这不是讨论A钱包的 那个priority key或者KPair的 EUA本身它是一个钱包账户的类型 但是统称代指了EUA账户类型的钱包了 是这个意思吧 对啊对啊 就是用EUA钱包的好处是说 有个前端页面可以帮助用户签名 因为你如果自己那搞KPair的话 可能没有一个前端的这么个页面 就蹦出来这个签名页面 然后去去做签名这种操作 对吧 因为它转账的话都需要去 就是通过A钱包和A钱包转账 都需要用户签名吗 对对对 这是这是以太反的机制造成的 就是EUA它这种签名方式呢 是可以自己主动发起 对 但是合约钱包这种呢 是实际上还是需要 那个底层的那个KPair 帮助它发起 对 一样的对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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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意思说那现在产品的话 这个密钥的部分用KPair 其实或者说用EUA地址 来作为这个KPair的这个公钥的部分 或者作为这个K 你是不是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你去好好看看A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知道 没有EUA EUA没关系 它有它有很多选择我知道 但是我是说现阶段 就是说用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现阶段就是这样用的 就是它对 就是用了KPair 对 它这个KPair跟EUA 怎么说呢 就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东西 它是它是一样的东西 底层是一样 对 底层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 我说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A钱包的话 其实可以没有这个EUA的 你可以用ZK来发起交易 但这个EUA它作为一个A钱包的owner 呃 他A里面会判定它是否为这个owner才能发起这个交易 是啊 是啊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还有其他选择是吗 比如说现在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选择 就是发起交易的选择 可以用ZK也可以用一些别的方式去发起交易啊 但是你必须要在他的钱包里面去设置 就是的合约里面去写好才可以 对 对 那那现在那那问题就是ZK支持哪哪几种这个这个交易发起的方式 因为现在用EUA是最常用 而且最简单的 对对对 也大部分是用EOA 但是这个EOA它存不存在其实都是没关系的 它其实对对对 是的 写的代码是怎样子都OK 最好统一下概念 这个不是EOA EOA是 对 Eternal 那个 看他吗 这个 实际上那个不是 就这个是KPAR KPAR是哪个机制 是 不过是是和言为一样的 对你这个容易说回 啊理解我理解理解 呃那现在新阶段比如说SWALLET 啊GN来了 SWALLET支持哪些方式来去发起交易呢 这是 目前就是EUA吧 对合约权包现在就是用 就至少啊现在 SWALLET用的就是这种本地生成的KPAR KPAR OK了解了 就作为它的签名的私钥 但是其实这个但是其实这个EOA其实不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换了一个设备的话 你这个EOA的地址是可以转换的 这有一个KPK 对对 因为它是这个 EOA都没关系 只要更改了 对 这就是SWALLET CARRY 嗯行 那那就确认了 OK 那就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呃我在群里问了吗 就是说 呃它的Guardian的那个Hashi GuardianHash 因为你在去recover的过程中 你要先去呃传入那个GuardianHash 来去呃计算你的那个slot的那个位置啊 就是他的就是就是 就是去去去去去计算个slot的位置 那GuardianHash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GuardianHash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圣洁给他看函数吧 对你GuardianHash是是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我想我想看一下 就那一堆列表加上预值啊 对呃呃 其实现在就是Guardian列表 Guardian是个数组吗 数组再加一个随机值 呃再加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一个签名的 那叫呃 几杠几签名 就是十个Guardian 是啊啊是是三个签名有效 把把这个东西的这最后拼成一个字符串 求个哈希就完了 现在 哈哈 哦列表 你拿不到 对对 你拿不到他的东西 所以 他哈希 你是逆逆不回去的 你转 可能能转起来 计算难度太大了 嗯明白明白 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机制而已 这个其实你只要知道他是个哈希子就行 对啊 这个哈希嘛 嗯对我们是用什么球的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 对我 没事这个倒还好 这个只要知道他是他是怎么算的 然后就 我大概理解 然后 呃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呃就是说 在去就是就是 呃 因为所有的钱包去调用 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可以加一个module嘛 然后这个呃 可以到module 可以调用一个初始化函数 去调用 去获取到这个 钱包的所有的owner list 啊 会获取到一个钱包的owner list 然后呢 呃 就是会把这个这个拽 呃不是owner 里面次会获取到一个address list 然后会把这个adress list 添加到钱包owner里面 呃owner列表里面 然后这个adress list 这个获取的方式是公开的 对吧 相当于说你可以 有人可以公开的获取到 你的钱包的所有的 owner地址 啊 那那这个部分 会不会存在一些 呃 安全风险 或者说你你 就给我不知道设计的时候 有能够考虑到这个点 呃 呃 哎 没没在听明白 我没在对 哦 就是我我把我把那个所有代码打开看一下 所有代码 就是 所有的 所有 所有 我就是呃 你你不是在那个钱包创建的时候 呃 钱包创建的时候 代码改名了 就叫 swallet了 这就 啊 就是就是你不是在钱包创建的时候 会有一个那个 呃 就是说去他天下一个用户的module吗 就那个module 那个module 就是用户的一个 全线列表 啊 是哪个 我看contract 呃 你就先打开第一个库吧 里边第一个库里就有 啊 第一库里就有是吧 这个 啊 你你在上 上边跳一跳一层跳 就是反 这这是某个项目 你反到上一层 嗯 哎呃 不是不是 哎 你就反到守国类的这个组织的 就就是 哦 我看啊 怎么打开这个所有组织的 呃 呃 你就随便点一个啊 啊对 啊对 对你就 哎 不是不是不是 你就点发开搜索第一个就行 你就啊搜索结果第一个 嗯 就这个 啊对 你第一个结果 你就打开就行 打打开就进了 那个组织了 你再点下那个组织最左上角的那个组织名就行了 哦不是这个吗 是不是这个啊 对对对对 对歪了不这个 就是这个嘛 就这个就是 就contract里边 他在那个 你的那contracts 然后在 是在这个 所有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在最初入化的时候会加一个module对吧 啊对对 然后这个module对应的module是哪个呢 是这个kpairmodule 是这个 kpairmodule 然后你最开始会加的是那个 kpairmodule对吧 你对你说你说是默认会会加这个对吧 然后你说这个的时候会去掉用一个初始化的函数init 然后去获得一个 叫init的一个钱包地址 啊就是一个list一个dresslist 啊哦这这这这个函数其实是相当于那个就就就就就就是让这个module知道钱包加载他倒是没别的意思 对啊就加载他之后呃你不是会获取一个就是说呃就是用户就是是是不是用户会首先在这里设置一个就是ownerlist 就是用户其实在需要把一公司存到一个合约里然后你在初始化的时候通过这个module来去啊是相当于67行 67行这个啊啊相当于是你说的这67行通过这个这个这个收获取l1中存的那个all in呢 就就是啊就就就一个 呃对然后然后你当时说这个公开的函数 记得你哦是是就是呃就就是怎么l1里的overner如果更新了 你l2里的钱包你的 原来的哦如果没了那就认识人可以 可以给你设置成最新的 就就是啊 哦 我理理解这个意思了就是 所以这公开主要是为了在l2上去做更新的时候用的 对吧其实是问别人有有别人能获取到然后在 l2上做更新用的 啊 对我当时在想说会考虑一些出现一些安全问题 就是说你你知道比如说你就知道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用户的这个钱包的密钥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地址是谁了 就知道你这个signer你知道这signer是谁了 这个signer他可能比如说比如说海格他写一个尼克拉斯湖点ETH对吧 作为他的这个密钥然后就知道 他了然后知道是他呢 对吧他他就可能知道这个说哎这个钱包里可能有很多钱 大家做的动机就会比较强 啊当时就是 应该拿不到 因为你是kv的那key你就拿不到吧 他又不是那种index便利 是吧 对但是他能拿他应该能拿到ens地址啊 他能应该拿到他的ens名字 就是拿通过地址获取到他的ens名字 然后通过ens名字来去判断他的这个个体身份是谁 啊就是就是他可能会通过这一套 他的value才是你的address吧 他的key应该是那个slotaddress 这个是s 这个是s 我说呃呃呃就是我我呃你说看拿到ens的话那那那其实ens正常应该绑定到那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合约钱包什么合约钱包的地址是公开的是吧 呃呃对合约钱包地址是公开的是的啊你的ens要绑到uva的地址是公开的 这就是也说呃呃呃但是你创业钱包的时候就是说 呃就创业钱包的时候 就整个合约的这个啊 就整个合约的这个啊 因为你创业钱包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花guest的对吧你其实是不需要花你就是呃做了一个类似于就是用cry two创建了一个合约地址吗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过程在链上链上是不会体现的 也就是在区块浏览器里是看不到的 然后你只有当active的时候 你这个钱包才会在区块浏览器上去可以去 呃就是有一些有些活跃的动作 那那那就这两步的话 其实一般就是别人是看不到这个钱包的owner地址是谁的 嗯呃呃呃呃呃那个owner owe 那个owner 是一个 就是能能能签名的信息或者能验证你有权限的 其实其实owner 她 可以认为就是就是呃就是深感允建 terrifying 切你觉得对你觉得你就是我觉得核心点在 这就是 oh 呢到底包不包含针叙 如果你就不包含 其实公开出来也没事 包括包含可能就需要 需要需要那个 就做些处理 有可能 是的 是的 行没事 那就这个作为一个开放性讨论 我们也不会有什么结论 公开信息 个人信息 对 行 那我其他的但没有 这个什么问题了 就我的 就我的这个 我就看了一遍这个产品 我觉得 就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社交恢复这块做的 其实是 确实比较前沿的 就是市面上没有 没有这样的这个方式 没有做用这种方式来做 社交恢复钱包的 所以我还是 就倾向于说 在这个Garden的这个产品 以所有的一些接口和 合约作为基础 然后有有有 这样的话 也可以去 呃就是提一些意见 就是或者说是在用的过程中 有一些真实的反馈 所以就是也也也也 就是就可以可以 有更多的反馈吗 这样这个钱包 嗯 对 所以我是我是这么这么想的 嗯 对 你这个owner是否包含个人信息是怎么想的 就地址里面可以包含信息 不是就owner address 就是啊就就包含owner address 就就完了 就是你owner address 你可以是做一个新的一个owner来给他去生成一个合约钱包吗 然后另外的话你如果想你要连接上你以前的owner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目前好像没有人这样做 然后你其实就可以隔离一层了 对 哦他的核心 核心点是在于说就owner address大家会不会用比如说自己的这种 Ens来去做owner 然后address对吧 如果说是如果会用的话那就说明会泄露个人信息 然后如果这样泄露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多些处理 然后让让让这个信息不不被不被泄露出去啊 呃他可以 但是他要自己做一层操作就是他他最好不用也可以 就是当然当然是最好不用 但是他有些有些就用户他他不太清楚吗 他他这个他可能也自己也没有意识 呃一般我们都是不用他原来的地形 哦你你比如说就是他们用 那个那个签名呃签名的东西 那个下面写的key pair的东西 比如说改成呃就就是电脑上那个pass key 那其实你每次生成的时候都是一个完全新的公钥也对应不到设备 以而且也是一次性的其实这样就更是没有呢 那叫啥对应不到个人信息哦 那你你说是什么那个会带在这 啊就呃就是我想一下咋说啊呃 他是可以就是就是呃是一些系统里 windows 还有 mac os 安卓应该也支持的一个就是你可以作为 一个应用上系像系统申请一个呃 向深系统申请一个公钥这哦内部保存这个私钥 你拿不出来当然当然你可以通过破解 或者一些想办法在一些系统拿出来啊 但但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拿不出来 你需要呃验证的时候 比如说苹果电脑的时候 他会弹出来说呃 说一个你是否要签名签名的话 你按一下指纹还是扫一下脸 系统就拿着呃他的安全芯片 内只有他知道的私钥给你指定的数据签完了 名签完了名把签名后的数据发给你 你你在链上在验证这个签名后的数据呃 就就跟EOA是一样吧 就是签名算法不一样 而且私钥是保存在一些设备端的 的的的一些呃一些安全芯片里 哦我觉得这个这个方法也挺好 哎这个方法挺好的 HSM hardware security model 哦挺好的 那部分off的这部分就是我一直想搞懂 其实我也还没有完全搞懂 挺好 这个就是原理原理就是圣洁说的 对嗯对啊那你就是所有的后续会迭代到这个版本 对吧 那就是后续会可能会加入到许多人研究 许多人研究 我看很多项目他是先做这个off这部分 其实有有太多可以做的了 现在有一些他是 哦哦比如费豆费豆协议 还有费豆不就哦哦啊web of n 吗那个web of n 他们也会用类似的嗯底藏对嗯 实际上刚才圣洁说的是底层他们实际上层有空给我们这一次就技术或者代码上的给我们讲解一下研究透了哎对我们继续那个就过产品啊产品的话呃有一个想法是说就是 pos 客户端作为咖喱的那个节点我就是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我就抛出来可能就是没有太多信息啊哎基于现有的信息可以讨论讨论 因为我也是刚刚想到的嗯 你你是想共用什么东西吧 就共用他的安全安全假设就是安全因为他stake 很多以太坊啊他不会做那他的validator和bacon都要参与进来你得自己重写他的那个节点 嗯或者说或者说去去对其实要重写节点 就是你肯定在他一个进程内去跑啊而不是说啊就是我一个对对对是的我是两进程那对对对对对他肯定是在一个节点里就是要可能升级复复端我感觉昂但是这么这么听起来是好像是合理的也是 这还有一个思路是什么 就是我们我们fork这个以太坊 stake这个协议的整个通信的基础的东西 就把它信标链 复合下来之后自己做 这样好处是技术原理基本上都是相通的 然后包括slash包括什么的全用他们的 但是我们我们stake之后 他这个stake实际上是防止你去重复的 那个提交议案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刷那个投票权 对 可以复过他 否则你又不是标准对不对 当然你做大了可能成为标准 有的人会对对对 会说你把这个也写到这个节点里面 那实际上会引起原来原来逻辑的改变 因为你的slash规则跟他的slash规则怎么共存 就是他slash的话就要有权力动动用你stake那个32个以太坊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挺难的以太坊给你开放这个 嗯对对对对对对很难他们对我觉得这个方案更更更合理或者更更容易实现一些就fork客户端节点然后磨改一下 对对 基本上我们底层的这个 可能得用这个类似的思路 就用一些P2P再用一些他的公式协议 通信的机制 然后slash机制 可以的OK 新这个问题我差不多 我觉得有答案了 反正是想发言随时发言啊 他们就没有我们就想用以太坊 节点改会不会有点重啊 呃不是用信标链的 就是bacon bacon bacon节点这个还有什么 我不太清楚 bacon节点 信标链节点 这个信标链的 他是有有一个专用的 比如说lighthouse 什么 rion 反正我是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反正一共七八个吧 对 嗯 他们都是信标链的节目 呃但是这个这里边的模型感觉更像是l1和l2之间的呃就就就是首先是呃 这这么说其中有一个点是比如说l2提交到l1的数据哈在l1看来其实数据是呃至少我知道的很多l2都是不可验证的是吧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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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提交数据上来对那在虎门的这里其实gadian嗯其实他也是上来就是执行也不能立即验证他也是个有可能也是得事后验证就像lr的一些呃比如说作恶然后再怎么惩罚的机制啊 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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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只是说信标链那一套比较轻一点吧 因为他不涉及打包他只是投票啊就是你是不是作恶呀那些的机制就比较简单一些 对对是的他信标链他他他他就是以太坊的吗 他跟l2没什么直接关系 虽然开发新标链的那些人很多是也是l2的团队的人 团队的人是哦 ok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 ok那我后后续后续对后续到时候jackie咱们在 早前在看新标链 哈哈哈这这这这个我觉得是很重的活这次就很重假设这块没有掉了对对对我觉得这就要命了 对不过可以作为一个后续的产品规划对看一看对然后对那第二问题是惩罚吗 对这六个就其实问题是是不只是关于garden嘛其实还是关于整个sualit的一个想法就是 是将我的群里发的吗 就是从 其实其实获得了很多文章的启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从 那个就是说从那个 有一个想法不在成立先发射 这个地方往下往下写的一些文字 就我我我感觉好像做钱包 应该是做钱包 而是以钱包为基础 把核心的DF都根据钱包改变 做适配 他的核心是说 我们做钱包 它本质上或存产产品本质上是一个 对未来的一种期待 或某种价值观的一种映射 你想我们的很多产品功能是 Vitalic对吧 他为什么提出来 对吧 肯定有他的一些价值观上的判断 包括我们为什么做Guardian 也会有我们的一些 价值上的判断 他其实是一种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完整的小型的面向世界的 就是你比如说像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 或每个团队或每个团 集体都有自己的世界观 比如Maker道可能就不会承认这一套 或者说其他人可能就不会承认以太坊 所以大家都做自己的攻略 按照自己的思路去 比如说设计高TPS攻略 我先说完 高TPS攻略 或者设计这种比较去中文化的攻略 然后每一个攻略 服务自己的用户 自己偏好的用户 那其实像这种产品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 那我们其实可以根据这个思路 把一些链上的核心的服务 就现有的核心服务 都去做一下适配 然后形成一个我们自己的 由我们自己提出来的这种价值观 为基础的链上世界 然后包括Token的发行 也是基于这个小型世界来去发行的 对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是因为就是Web3的这个 feature在于说 它既有商业的视角来去做产品 它既需要商业视角来做产品 又需要政治视角来去做产品 因为它通过技术手段 把防止数据开源了 所以说它弱化了那种商业 商业上那种 新一步对乘 所以能带上商业价值 商业纯商业化是怎么做的 都是通过垄断核心 一步对称嘛 但是它通过技术上 强制把这一部分给开源了 所以说商业上 确实很难有一些 很垄断的东西出现 所以这也使得 人们更会看重产品的合法性 也就是价值主张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价值主张才是一个产品的 一个核心要素 然后围绕这个价值主张 构建一个我们希望的 一个小型世界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work的想法 包括我们在从 那个paradium的视角来去看 这个想法是为什么成立 就是他说intern base intern base 它的核心逻辑也很简单 它的意思是说 它从这个 把所有的流程都呈现给用户 比如说要让用户 12345要这么做 然后去实现它的这个诉求 改为了说 用户只要说我想要什么 然后后面的东西给你打包 然后打包成一个比较黑合的 或者说是比较简单的模块 然后给到你就可以了 那个其实有点像互联网的UI和UX设计 但它不一样的点是它是从技术 它从技术跟产品角度共同去打包这个黑鹅和白鹅 或者说这个比较简单的部分 或模块化 就是它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共同去打包这个模块 所以它的这个优化 或者说用户的这个 或者说是像比互联网的UI和UX设计会做得更深一层 更深一层 它可能是从协议端去重新去构建这个 就是协议的升级路径 这个是Intel Base的一个本质 那Intel Base的我想要什么 它源于说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所以我才会有想要什么的这种冲动 那本质上我认为就是一个value base 那value base 其实value就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说价值主张 我的价值主张是什么 所以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把这套的东西全 然后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套东西打包好 给到用户 或给到这个玩家 对 OK 我说完了 然后包括 对 我差不多说完了 对 就这么一个想法 我觉得叙事性很强 就首先降低DAPP的入门门槛 其实我去年就已经跟赵哥说过了 你不能只有一个APP 不能只有一个前方 是吧 然后我做的东西就是想降低 就是这种DAPP的门槛 包括包括我是想把很多的一些 他的交易给封装 我不是说我一开始做SDK 我就是要把他的那种像 像USDT token NFT或者说Swap这种交易进行封装 我其实看到 就有些SDK 现在已经一堆人在做了 有一堆人上换换的SYZ 虽然听说他们最近也没有在干活 然后还有很多 就都是在 Intern Base Intern Base 他你说Value Base 其实也是挺正确的 就是像这种Intern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把一些常规的操作 全部集合在一比交易 在AA这种 然后就Batch Translation 其实也是难做的 其他的 其他的就 对 对 那天晚上那个A Bandler 那个Harry也这样说嘛 他们做一个搜索引擎入口 其实也是类似这种思路 但是他 你弄完了 我给你弄 对 但是他最核心的 其实就是降低物成本 这是谁都能做 关键是我们如何降低成本 就是降低成本的偏好是什么 或价值主张是什么 就这套理论 或这套偏好 其实是每个产品的 很核心的一个部分 就我们得论证清楚 为什么这么降低 对用户是有好处的 那为什么这么降低 对用户好处 就涉及到理论部分 理论部分又会涉及到 这个行业的脉络 就是这个东西要联合到一起 对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想批判一下 就是说 我们只服务一些 跟我们价值观相似的 或者说 比较 我们想去服务的一些用户 其实 因为区块链 它本质上是permission list 所以说 我们应该是做成一种标准 或者开放的一种状态 然后再 然后我们再不断的去推进这种共识 然后让更更加多人进来 就是我们可能只是提供一些底层设施 或者工具这样 然后他究竟要用这个工具 做成怎样的话 其实 呃就是有很多的自由性 而不是说只做某一部分的用户 只服务某一部分的用户 这如果你做到后面 可能你就会做的像crypto.com那种 就是他他只有自己在一个单独的工具 那他就是一个孤岛了 然后就是他全部东西都自己做什么借贷啊 什么dex这种 然后另外一种的就是 等一下 但你觉得crypto.com不好吗 呃 他也很好 是 他也他也很好 他也很好 就是他能 他能赚钱 但是 但是他不会长久 就是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长久 人家能赚钱 人家不能长久 人家能持续赚钱 为啥不能长久 持续跟长久 不是不是说我们的价值观就比别人好 而是说我们喜欢什么样价值观 就我们偏好什么样价值观 啊 就是 因为只有我们偏好的价值观 我们才能长久 就我们长久了 这个产品能长久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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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才能做得更好 对 价值观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而是要通过共识形成的 所以 如果 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的话 EF也不会去跟我们一起玩的 就 这样子 哦 价值观是 是先有一群人想出来 然后去往下 上下传播 然后别人接受了 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 我一直说 首先我们要有 这个很重要 就是 就降低我们门口这个事 这是很互联网 思维我就说的有点对立啊 就是很互联网思维的一个一个观点 就是因为他就觉得建立用户门槛 然后说过建护城河 然后这一套嘛 但是正刚才我也说了 YF在那费尘本质上就 就是让你弱化你的商业价值 就本身上要弱化弱化你垄断的价值 他就是不让你垄断 因为就没法垄断 数据都公开的打垄断 用户都公开的 你要是垄断 想做成那种 有不成功的东西 就会遭遇这种 想吸收于攻击 像SOS对于OpenSea的攻击 只不过SOS 就是后来没做好 但他们前期是很成功的 吸收于攻击 只要有人 对 就是你一个封闭的系统的话 你总是可以在里面 通过一些方式 然后去赚到钱 但是你如果是新人进来的话 那其实就已经就你在crypto.com上 你除了是跟他关系比较好之外 Nervous也是这样 除了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 跟他一起开发 其实基本上没有一些特别多的人 然后跟他一起玩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 把这个行业的标准 不断的去在社区里面 不断的去公开 并且写文章去推动 这样可能才是一个正确的 websanginated的思维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我们说不冲突 不冲突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你把所有dapp改一遍的话 其实是工作量挺大了 后来不是所有核心 就是这个行业哪些是真正work的地方 对 我只是说一个能使他 然后会就是效率更高的方式 因为我看官方他把JS 他其实是只是改写了 重写了里面一些发交易的步骤 或者说像圣洁他之前提出的钱包OS的观点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你如果钱包能做到跟每个dapp都有关联的话 其实钱包就成为了一个protocol 然后他所有东西都会经过钱包 然后都会有千十万里的联系 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标准能推出去的话 其实就能使你这个你不用每个dapp去改 但是你说dapp能直接写一个新的模块 能接到收我里钱包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 可能就是 使他使这个a钱包能更加扩展的一种方式 是吧我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我我我只是觉得钱包OS这个概念 其实是比这个你把每个dapp改一遍 这种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或者更sass一些 但是但是但是 呃就钱包OS就就不知道该咋做 嗯就是不知道该咋做 我说的是那个很实义一点 就这么做了 然后别人就知道了 别人就知道你确实是个钱包OS 啊这个方案出来其实就就可以了 看圣洁他们想怎么做 不是你不能说圣洁他们想怎么做 现在是你现在是 你要提出来一个合理的方案 就是确切能落地的方案 就是你说出来有道理 别人才可能才采纳吧 你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不能落地 但是我是说这个方案的话 他落地成本很高 如果说有一个新的架构的话 你可能还得重来重新推导重来 对就是总会有人会提出一些像更好的 像eas是一个提款的方案 他他能替代一部分 DID或者SBT的功能 我觉得挺好的 你如果叫个你你觉得成本高吗 比如说就Folk一个compound 后Folk一个MakerDot 部署一遍 然后把那个 可能交易的部分 看怎么跟 就是说类似做一些企业结合 啊尤其是那个 batch 刚刚你说这些其实 早期我和圣洁 都想过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专注 因为什么 因为其实咱们看起来挺小的一个点 可能就是个创业的机会 换句话说我们得找找更专注的核心的地方 比如说这种改造的话 其实有人都做类似的动作 因为intent嘛 是吧 用户想要是什么 我点一下 呃去充值 然后 Stake LP token 然后再swap 然后再什么 一步搞定 就就有人做了 他不是去改造每一个swap 而是 从用户的intent出发帮你去做 至于swap是谁 你不要管了 我给你搞定 这个思路应该比你刚才说的一个一个改造 可能 更好一点的感觉 但思路本质是一样的 就是intent 对 嗯 我理解了 那我可能其实 我其实想表表达的 想更深度一点 就是说 这种改造 但是我没有具体的方案 我这边就就简单提一提 我就先说到这吧 我有具体方案 我们可以再讨论具体的方案 嗯 可以 OK 行 那那我了解了 就是觉得work 但是这个目前这个需要专注 更专注一些 OK 嗯 行 然后 呃 我其他暂时没有就是关于产品上的需要探讨的点了 然后 呃 然后再就是接下来的流程就是说想那个比如圣洁去 呃 比如说你不是在写合约吗 比如可以同步一下这周的一些合约的进展 就是 啊 有哪些更新的部分 然后讲一讲那个stylestyle address 就那个那个技术 对啊 最近最近最近两周我已经不不动合约了再搞别的 哈哈哈哈 哦 在在搞就是合约在在写什么这也是啊 在在写啊钱包跟合约的交互库呢 嗯哦你不过你说的呃这个其实我也嗯不是特别明白之前看了能大概理解但是呃呃大概理解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怎么做其实其实不会 因为因为没有那个嗯一些嗯密码学的基础需要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可能需要这一类的东西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一下 嗯我我理解我理解我 哦哦你说具体怎么去上手做我觉得这个也我也有思路我可以简单的再说一下就是啊嗯就还那个其实也很简单实际上说我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poc或者有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找人要反馈然后就专门有个人去去做这个事就去嗯跟别人聊然后要反馈然后问问这方面就是我们需要那些指示然后别人能给怎么帮助我们就有有需要有写消人 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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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这个事嗯对这个这个这个是嗯没事没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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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时候到时候搞完之后我我找一找或者我来做都行对嗯 行然后那那那这个那你觉得这个交互库有比较同步吗 还是说这个都是一些之前的逻辑哦哦 这这个呃 这这这这个其实 其实尤其这一周那做的是一个 密钥管理的一个库 就是怎么管理本地的密钥 避免就是更安全一些嘛 都是一些比较 细节的就是 我在做之前 发了一个相关的想法 我发到聊天区了 就就是基于类似这个想法来做的 哎打不开 是你能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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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有中文版我看对 啊在密钥签名密钥 对对对这个其实 确实很重要啊 pass key key change 来跟密钥对吧 ok 啊 了解 可以啊 可以啊 非常好 ok 那了解了 哦 哦 哦 bros 还给评论了 啊 啊 30万概四 上面说是30万 行 行 行 第一条 第一条 os 写的是超过30万 这个下面啊 通常有20万啊 啊 啊 对对对我我我我写错了 其实其实事实上都是超过30万 但但是我后面写的时候写了超过20万 嗯没明白 好key words 啊 这个key words ok 嗯 行 嗯 ok 然后那个暂时没有了 然后呃 那接下来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style address的那个技术吗 就是想想那个到底是咋回事 呃 我我我我觉得我我我觉得我分享不太了哎 这个这个玩意儿可以可以有时间大家一起咱们一起所有人一起看也行 但是我哎我我我我我说说话我我我我让我让我让我再看一下或者再定个时间 因为因为我一些东西看的有点久了 现在也记不太轻了 行行好那就再定时间你看再定个啥时候 是咱们可以进化后后你录视频也行 比如说明啊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明天啊明天也行后天也行呃都可以呃行要明天就 明天下了 每台雷克确实讲起来这个 定数就讲来了我还是理解才能使这想 你这瞬间还拍了每天那个画的那个 对我的dress 那个 那个那个画的图是吧 那我也没看到我也看了一遍 我实际上确实是感觉有点难我就不看了 明天讲是吧明天下午三点的就啊 啊好那咱们啊咱们一起看吧就是就是可以明天下午三点 行行行 OK 然后那个那就在下一个模块是说 呃就是进步进度同步啊 就是刚才说的是所有的进展进展同步或者钱包进展同步 那接下来就是说 呃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进展同步对 然后还有一个社区社区讨论基本结束了 社区 社区训组 是地府 而这次是隐私地址是吧 有没有啊 你明明地址 对 你明地址 对 应该有挺多文章讨论这个 有没有项目 嗯 他只是一小段 你应该单独成立一个项目 有点 有点 不是特别合适吧 嗯 他用在很多场景上 Priace 一样什么的 哎呃稍等一下这个 呃这个密要我还有个问题 他有没有用默克尔根的 我看到也也也有些人说用默克尔根也可以 密要哪个密啊 就这个这个这个A弦包的这个key 那是存吧 对啊 那是存储的 存储的是吧默克尔根没有没有用默克尔根来去做这个key的 是什么 不是 他存下来之后 你你你你只要能在链上呃链上验证你链下保存的呃私有信息的方式都可以做密要是吧 对 对 是的 是的 哦 理解了 理解 默克尔是用来做 你要说也 蠢就行 嗯 理解理解 ok 行 ok 呃行 那我们就继续进入设计同步吧 这继续进入同步 然后 呃那个viles那边现在你可以可以我们都简单说说呗 对因为社区线就两个事吗 viles还有那个 呃就是public garden 啊 viles 大家看那个 能看到吗 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上午刚开完 就把那个结果发出来 嗯对 看到viles那个 那个那个频道里面 可能简单说 ok 基本上差不多快收了 因为挺肥 他可能数据 要去一下虫 对 然后其他的 基本上没有 对 嗯 还有还有两个可能是许超需要再查一下 对 估计他现在在干活 没有案 对 好 行行 了解 嗯 public garden的进度就是说现在 啊 原型图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还没画的 今天还在想该怎么弄 就没画 然后包括做点笔记 原这个原型图其实是 嗯 之前是基于那个就所有的改了一版 就是假的 也可能自己的一些 想法对吧 然后就改了一版 这不如是 跟我过的一些问题 我都还没 还没来得及去去改呢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梳理一下 就是整个整个流程吧 包括看看合约 因为 因为做这种产品 他确实是需要跟合约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就是看吧 把大码看完 我觉得才能啊才能把这个 产品设计好 对啊 哎 对 对 那你我觉得public 概念他很重要一点 还有那个 这是 就是他参与的该public 概念端呢 就是 就是服务端呢 就是那部分 是用哪种原型啊 或者只需要一个后的后端 然后给他提供就好 然后另外他接入的话 不是还还得需要一个客户端的吗 对 是的 就是需要一个我理解这次应该是没有 没有特别复杂的后端 或者说 我们假设我们人工 从 两性道选了一百个人 这一百个人就是我们可信 刚才我们讨论的那种 比如说 新标链也好 或者其他的机制也好 那些都是很重的戏 就得放到后边做 我们假设我们已经有了 这一百个 咖定我们人肉 选三个 这就是可信的 对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否则这次还做这种后端 就要命 那我理解 就是这个public概念 就是我们随机选择一些 就好像呃 就好像他的那个委员会一样 然后你在里面再随机选 选择几个周围你的概念 然后我通过metamask 或者什么进行签名就可以了 嗯 差不多 对 被选的那些人 其实都有EOA 钱包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不知道大家 嗯 嗯 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我觉得 嗯 因为因为科学中立这块要要要困难 地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次现在做不到就 假设已经有了 另外就是 就是我我自己要一个反馈啊 我自己自己在做的时候要一个反馈 就是说 嗯 我感觉在画画言情的时候特别发散 就是说那个会会想特别特别东西 就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稍微的专注一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点 Bruce已经给你换了流程了 你从上Bruce换 但这个流程其实它是一个流程 它没有就是细节上 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发算 就是我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管理方式 或什么管理方式可以就是管一管 然后然后我就稍微专注一件 对某些 就想最低成本 对海绵 我有个推荐 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产品经理来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就算专业产品 他的问题是说 就这个这个事 他就是技能上其实没那么复杂 你知道吧 就技能上本身没那么复杂 关系你对这个玩意儿给理解 背景 背景成本 是 是 但是 技能是一个基础吗 是吧 就是找到找人的话 技能是个基础 对 但是就是其实画也行 你去怎么画 这个比较简单 说实话 就是具体 你的意思是你是脑子会开小叉 想别的 还是说感觉收不住了 就会想别的 你看 你看上面这些问题 都是就是会疯狂 想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看那个 那个就是有点收不住 对 你这种你就 你就旁边写一下 记一下 然后就就就回来就行了 就是因为你脑子可能需要一种指令 就是说 我先我我就是首先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价值 或者说你想要去往那个方向探索 但是你又不想现在探索 但你如果不现在想又怕忘了 那你就在旁边记一下 然后告诉自己说 我我记下来了 以后再看 就再回来就行了 就一般一般是这样的 可以 可以试试 对 记个笔记 就就我觉得这通品的时候 首先先要做减法吧 就不用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想 做上去 就能能做多少 可以 这个你想的时候 先记下来 我想 不做它 能不能完成黑格松 能 OK 不做 你否则你随便一个课题拎出来 这个是不要做的 没事 你随便画 我会给你砍的 对 好的 对 你可以再拉上那个麦克 给点反馈 我觉得 他不是就是 今天也在搞 对 Jacky 不是 Jacky还有麦克 就是就安心的不还有Jack吗 不还有个麦克 sorry sorry 麦克应该没时间 他在搞那个Fashionery 应该是没时间 来做产品设计的 OK 那就算了 然后 行 那我这边就同步完了 然后 对 还有一个 那其实已经没了 其实务实部分都已经讨论完了 然后 你说 你说 我们还有 对 你说 这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呃 演员已经招操了 然后现在有15号人 而且 我感觉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挺能打的 有之前 像去年经常打黑客森冠军的Bruce 还有一些 像做了很久的一些人进来 然后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挺优质的 然后 像 Alpha那边是2000刀 然后我们这边 呃 我 我那个提案 我注意的时候 忘记 跟大家一起同步了 然后 就是啊 你这个搞得很尴尬 提案人不在 对啊 对啊 你当时那个 嗯 我 我前两天在写那个A周报 然后也 把它搞 搞出来 另外的话 就是 呃 就 更更早之前 然后挺忙的 然后 然后我这周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在群里面再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或者说 你就你就下周一吧 下周一你再来 来来这个 对啊 说一下 啊 还有还有一个 就是我 我今天 我就是 米卡 就是那个 437 Mafia 那个群组 然后他联系我很久了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最近的情况 呃 就是 我在Mafia上也宣传了 就是呃 最近也可能会有一些海外社区 呃 如果联系我 然后我 我是邀请了那个米卡来 来一起 呃 做做一次分享 或者说 像他那个 Apinico的创始 就是437的创始人那个嘛 呃 所以我想他邀请来我们中文区 然后做一次分享 然后我不知道到时候是 AA star 然后来举 还是我在周末在良心道的一次分享 就是跟他们的项目同时 然后我再分享一些user case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更饱满一些 呃 我觉得要不 我觉得在那个良心道吧 就说实话这个 良心道这个运行这个这个 感觉能搞得联合冠名 就是挺好的 主要是在我觉得在良心道 比较合适啊 因为这个良心道这个这个流程比较规范 搞这个流程会比较规范 而且他他也咱们对说实话这个也是就那个那个那个分享那个也确实挺消耗的呃 坚持不住啊 而且 我先问一下他因为因为因为他那个米卡可能会帮我帮我安排一下也可能是米卡来分享也可能是呃 克里斯特那个 克里斯特那个来分就我不知道 然后 克里斯特没事儿 另外的话就是我我想呃了解一下现在a star的定位现在我们是一个做产品的社区还是说我们是要去呃做一些像更加多步道啊或者说啊那 那这个就来物须部分了啊是到物须我我其实感觉每次浩浩都要问这个问题 对对对呃 但是我对这个社区的愿景也一直是不是很了解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一直没有给每次说完你都你都觉得 忘了我都觉得挺虚的我觉得这个品牌就a star我都不知道我说中文社区好还是说a star好 那个其实是这样这个我觉得现在现在这一段确实是很虚啊但是我觉得后续的发展路径我也大概想了一下就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叫那个创新者的窘境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吗 就是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对很早了一九七几年提了但是我对对之前我觉得也很有建议就是 就是这种因为因为市场很多技术是领先于市场的很多技术是领先于市场的所以说 大公司在做这种标准的话呢有时候他做的管理越好越有可能失去这种创新的机会或创新的能力 因为他必须要做主流用户使用的产品啊那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在大公司之外去做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来去做一些破坏式的创新或者说比较松散这种创新 然后我联想到我们布朗克道包括就一直以来的这种氛围包括我们的一些机制 其实都是强创新驱动的就是都是为创很多技术都是为创新服务的 比如说CBI大家很自由的去发散去详细讨论对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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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也不怎么讲结果就是这种很很吃药的方式其实是有利于创新的 所以嗯啊 A的一个定位定位之一可以是说作为啊破坏式创新的一个 一个小社区但是这个它的成立的前提是我们要确实能做出一些创新的东西 那我目前感觉反正我自己是在这个创新的状态里面 就是这种发散性让我感觉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想法冒出来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冒出来就是因为这种松散和自由的文化啊以及机制啊 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做出来的东西那这个这个定位就是就是成立的啊 作为这个A破坏式或是推动A创新的一个社区这个这个东西就成立的啊 嗯对吧 我也是我想说一下我的理解首先我们呃对创新的理解其实我们做这个概点我觉得是一个挺创新的东西 另外我们其实也是为行业做了很多贡献 但是我们创新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一种思想或者想法给推的更加多人出去 因为这个行业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就是我们不是说像web2的时代我们做出产品然后自然会有用户上门的 而是我们在推产品的过程中然后会会呃然后会形成一个共识 然后让大家让大家通过这种共识也来凝聚起来 这种其实是一个更符合web3或者啊crypto native的一种想法 我知道不知道上次跟你说过 嗯推动共识这个事上次跟你说过嘛 就是说你都没点硬彩人家就不认你 你都没点硬彩人家根本不认你 你你说反正根本不听 就所以说推动共识它有它有这个方法 但我们就是但我们是一个松散的文化的话 我们必须给自己定一些目标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一个产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达到某些ap kpi 比如说两一个多月之后然后在黑客松做成一个产品 并且在呃黑客松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推出去 不然的话如果说这个产品然后长期持续呃半年到一年时间的话 其实这个产品的热情还是它的热度 或者说这个就是创新的方向可能已经是有所改变了 呃这个目标是有的这个不是有吗 这样这个目标是有的 觉得每每每每次会好好都要问这个问题 咱们第一次会都有记录啊 我们定位的愿景是什么 其他的只是实现的方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 供识也好是有 这是我发到那个中文去呢 对第一次大家都提这个问题 然后也讨论了也记下来了 就对对对 我觉得先有硬核的东西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我们呃能实现的范围之内 我们尽早的那么尽快的实现mvp 然后尽快的去小范围的推市场 然后看市场的反馈 然后我们再不断的去网上迭代 这种呃是也是以前一些 从公司然后从小发展起来 或者说website从小发展起来 就好像今年那个myshell ai他也是他先做花了呃一些时间 然后做了那个什么telegram 然后通过一些社区发展起来的粉丝 然后再不断的去网上推 再才去做一个完整的产品 我们不需要是一开始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很完全 对 哦这个当时也回答过 就是说呃这个需要推的很快 这个是承认的 那每个人有 但是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创新点啊 就是至少有一个 但是因为你没有啊 这是你也不答过 至少有一个创新点 因为没有人家就呃 我觉得创新点是我们在做产品之前 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自信的 就是我我我我们现在做public 概念这些东西其实是暂时还没有人在做的 而且我们已经在开辟一个新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迅速出mvp 然后迅速的去给大家看到这种成果 对 迅速出mvp也可以 就是我这种迅速出mvp能力 确实不太强 就如果有人能协助 或者说愿意跟我一起推推这个东西 我觉得会更快 啊 但就是 就是反正我我承认啊 我自己推这个mvp能力不是特别强啊 但是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好像 呃 所以这个是要借助良心道这边 然后也 良心道是不是已经给推推了人吗 推但是推对这个推已经推了一个了 结果马上就对 呃 对 所以所以我只是说一个创新的流程啊 创新不是在自己一个个人的范围内去想着创新啊 就是做出产品 但但我们需要这个创新 然后能为大众所接受 并且是成为一个主流的思想 就是这后面其实它运营上 其实也是得花很多的努力的 所以呃在开发产品发开发mvp上面的话 我们是能尽量省人力或者说尽量的出成果是最好的啊 我我只是这个 同意同意 你说的我非常能理解 嗯 是的 我能理解就是就是我还还那个问题吗 就是看怎么解决吗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事是非常统一 但你说怎么解决我我我只能说以我的这个能力 现在就目前的推的速度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我表记得我我也花很多时间吗 对吧 以我的能力 那呃如果说有更更更好的这个产品经理进来 我觉得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有问题谁去招一个 我觉得谁可使 Bruce和这Jacky这这部分其实有两个其实也挺足够了 或者说通过一些良心道的努力 我也会帮忙去看一看一看这个public guide的一些呃基础的呃流程 然后有没有一些呃违背共识的话 没有就基本上能能把他这路走顺 基本上然后交哥就因为这个是你提出了 所以你对这个你对这个思想或者说 对这个步道其实也是担负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我觉得一个小团队5个人以内 其实是完全是挺足够的 对所以不用考虑不用考虑说啊 我们我们做的产品有多慢 只是我们只要保证这个产品方向其实没问题 然后我们迅速的去推 然后并且在呃一些黑客松 可能一次两次黑客松上 然后去达到一些大同意 同意 好好的思路 很同意 对 确实要要发生 然后也不断的迭代并行吗 嗯 对就是这个思路是很同意的 就执行起来不好不好搞啊 对就是这思路很同意 就精力吧 可能可能20号之后 我是我时间投入会更多一些 最近有一个20号的戴得烂嘛 然后实际上很多几个开发任务 有一个今天 反正这两天都要close交付的 所以在狂改 嗯 晚上都是12点 明白 明白明白 我也理解理解 对 我我有一个也同步一下 就是 反正11点还是多少 林可他那10点了 他跑回来 他说我们聊一下吧 一转过来聊到12点 就聊了一下 其实跟Pubble Garden 也有一些关系 就是 嗯 嗯 反正我也同步给大家吧 就是Watleaks的进度 其实还好 我投入时间也不多嘛 就是嗯 结构啊 几个人对了一下 Pubble Garden这儿 我想提供一些 呃 一些思考吧 大家反正一起 一起反馈吧 嗯 首先呢 就是因为 你知道我的博士论文 其实就是研究这方面的东西的 我也在整整理这个 整个的逻辑 现在整理出来一个逻辑 未来变不变 我不知道 我先跟大家同步一下 就是 有个叫Data Rights 就是数据权利 对 就是它实际上是从这儿出发的 数据权利 嗯 这个故事其实讲起来大家都能懂 传统世界 Web2 是吧 这个各种 大企业 基本上你的数据都在他们这里面 其实如果扩散一点的话 就是所有个体的数据都在中心的这种 呃 机构里面 是吧 比如说 嗯 银行拿着你的数据 国家拿着你的数据 是吧 Facebook 推特 WeChat 他们在拿你的数据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权利 呃 权利包含对于数据来说 拆分为三种吗 我记得委员一个发过一个文章说过吧 应该在 Web3 Soul就那个 SoulBangToken里面说过吧 使用权 然后处置权和收益权 好像是 有点记不太清了 实际上个体对于这些数据的权利是 怎么说呢 就是是缺失的 在Web2里面 那Web3呢 实际上整个的叙事 都是在讲建立理想社会啊什么的 但是 比较实际一点的 那说句实话 嗯 我现在 只看到一些空的叙事 呃 我是想从这个叙事的角度出发 就找回 普通个体对于数据的权利 那数据权利它分好几个步骤 第一个呢 可能就是 首先你要保证 你能安全 首先保证隐私 其次保证安全 不被不被偷不被泄露是吧 然后呢 还有就保证 控制权 控制权 我说的控制权就是所有的权利的 就是total control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呃这种拥有处置和收益权 total control的权利 就这个你保证了之后呢 你才能给这个普通的individual说 呃我的 web3的或者区块链的解决方案 能够把你的data rights totally 归还给你 那归还你给你的 第一个案例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public guardian 换句话是public guardian 他是通过 嗯 就这个这个就不展开了 反正咱们原来也讲过嘛 怎么证明你是你 实际上是你的个人的数据的一种应用场景而已 实际上不仅仅能证明你是你 还能证明什么呢 嗯 你在社区的reputation 声誉 呃或者你在 呃一个 泛社区的影响力 因为毕竟这是客观的数据 呃或者你的relation 因为 比如说海绵说我写了一个 文档是吧 那我 见证一下海绵是写了AA的文档 那对于我和海绵脸说就存在一个关系 这个relation如果多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social 当然这个已经被用烂了 就是social network 那基于这些数据 和这些基础的东西能产生什么呢 就是 帮助个体不仅仅拿回了数据权利 而且 能够产生 基础的这个relation reputation influence 还能够产生 呃 social capital 就是社会资本 大家觉得你这个好像太学术太理论化 我觉得一点都不学术一点都不理论化 它是能够 帮助个体去 拿回很多收益的权利的 至少我直接看到的场景就有很多 我那天 跟林可讨论了一个场景 但是也比较好玩的场景都录屏了 但他都录了一半 讨论黑了才想起来录屏 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做尝试 public guiding其实是典型的 用数据来证明你自己 用去中业化的方式 而不是中业化的权威来证明你是你 对吧 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 某种程度上 比AA 有了一个public guiding service 还要更广泛更重要 但它是一个底层的机制和服务 那可能我们会用EAS 也可能不会用 这个无所谓 EAS只是一种实现的这种 这种 fire record fire attestation 还有查询什么的一个一个 实现机制而已 OK我大概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反馈 可以了解 EAS EAS它与 他的家庭的结合是具体怎么做的 EAS 那么那天那个良心道 领可去分享了 说白了就是两个合约 对一个是基础的 你去写个这个叫schema 你定制一个 定制扔上去之后 你基于这个schema 就可以发EAS的记录 然后别人就可以attest 但是这个 记录 这个schema 应该是指向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一个 一个 就是 一个 解析合约 对 因为不同的schema 你比如说 他需要合约去验证啊 那你可以这是可选的 主要就两个 这两个合约是最主要的 然后 上链是吧 也可以off chain off chain就是生成一堆哈系 表示我有这个东西提要 生成过 大概逻辑 也可以上链 也可以上IPFS 我理解的简单说 不如是对不对 反正我听不完理解 我没听到 对你可以去看有录屏的就是 是能回头看一下吧 能回头看一下什么什么 讲的挺全的 主要有两个合约 我是觉得技术上没有那么酷 但是它它是能使用的 对它就卖了一步嘛 卖了一小步 好嘞 没问题 回头看一看 我说这些就足够你理解了 就是两合约 不可更改的数据 然后有人去 基于这个SCHEMA 发了之后 A TEST 有人去见证 嗯 对 实际用词 还是有一点吧 我们这两天 平常在设计那个架构 就是Fare sharing架构 这就是包括那个 就timelock撤销 那那这个ES就出问题了 啊对 他还还有revoke 那个挺麻烦的 revoke 没没法没法revoke 就是啊这个再说 这个这是另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 Jayden说的那个问题 是是一个 我还想嘛的问题 就是那个海面 你把那个流程图打开 就是 你里面那个流程图 你是放的没有 对就那个 不是没有 是那个Fake吗 这个嗯 铁化的那个 对就是里面那些 我们说的那个 合约部分的确认点 你已经就是 刚才确认清楚了吗 我看都都没有聊这一块 呃 其实刚才是 简单说这 这个是打算用SoulValet的合约 对不对 对对对 是的 那SoulValet的合约 现在那个 那个升级 那个 呃 developer版本是可以部署 开始用了吗 呃 可以测试网的 应该今天就能 步上 到时候咱们同步吧 对 行 那就Jacky 就是正好在嘛 就Jacky就是 嗯到时候 那个可能 潜担好了之后 这个潜担最好是能做一个那个 chrome extension 呃 然后去用 那那你们这下 SoulValet是没有UI可以不用的是吧 就是 我这个 我 UI已经 就原来那个版本已经等于是 废弃的 或者说 有新开的嘛 新的版本现在也在开发中 也在调试 哎 哦 而且 我想想 哎 这个不好说 因为从我现在我是AA的人 如果我站在SoulValet角度讲 其实不是 特别希望就是我没有没有正式发布的一个产品 然后被披露出来了 对从SoulValet角的讲 对 但你代码因为是开源 你拿去用没有问题 嗯 那也就是说成了我们 我们自己开发一套了 我们自己开发一套吧 那叫 啊 就是 哦 我写一写 我我我再问一下 前端都包括哪些东西呢 说说要开发的 那还是挺挺多工作量的 就就是先我先确定一下有哪些 非常对 您打开这个费吗 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 创建钱包 呃 设置 Guardian Guardian 然后publish Guardian的部分 然后再有就是恢复钱包 对 你可以放到一下 做的 甚至看一下 对 哦 那如果 哎 那如果是都有钱包的话 那我都建议等这个 呃 说类的做钱包 前端的做的差不多了 相当于fork一个版本在改 不然确实工作量 你把logo啊什么都去掉 改吧 改吧 嗯 哦 你说对这个前端工作太大了 是吧 对 就和就是太大了 相比来说 是的 是的 相比来说 合约工作量是所有的合约工作量是一的话 那其他的工作量可能是八九十 哦 八九十还是八九十十十十九十九十 啊啊啊啊就啊就就就就就就是就是合约工作量只占一成 或者或者顶端也就两成可能占不了两成 嗯 就是他的呃就目前比如说我们这个简单的界面他的工作量的呃量是在哪里就调用合约的业务逻辑 呃我我我我举一个举举举举举例子吧就就是合约写是相对好写的但是要在比如说前端里要把所有的呃合约逻辑调通可能就要花不少的日子就就虽然最开始版本的合约比如说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写的但是我在 呃gns里给他调通了以以以连基础的东西连调通了以也呢花了一周呢 嗯他他里面其实有一些密码学的各种证明你就是你官方sdk的话其实他有一部分代码但是他还有很多一些像该点的逻辑 在里面 嗯 对你就说你从头开始开发的插件先不说和合约交互 在这里面就有挺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当时我们开发移动端的时候我是写了我是把你们sdk重写了一遍 还有是对啊我们那时候移动端也挺强了他花了一个星期就把这些东西全写上以后全写上了挺牛的是 那那你们的那个端是大概开开发什么进展就是 呃我想想可能20号左右你们可以 那时间上是有点晚对因为这两天今天下午刚在调试 对就是新的合约算是稳定下来了然后发到测网上 然后前端才开始停不不过你现在也可以现在直接复合一个 反正到时候再再更新我觉得也行 是开源的吗 当然开源的啊都是开源的啊 哦哦就是说前端其实你们现在合约交互的部分也是太远了 那就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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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我提 嗯对 那你就先先用那这个那肯定那肯定是优先用你们的那个 就是那就Jacky到时候呃我们可以先 呃先fork然后做我们那个独立的 啊对有地址可以发一下然后我们先做独立的那个 public garden的那个页面 以及那个demo的public garden 呃然后再回头 其实有一些你就不用不用潮试通 对对对对对因为本身就是呃我们也不关注那个 你演示的时候也不会演示说比如说这个呃 呃图安飞怎么弄我们也不会演示图安飞对吧 嗯对啊我们其实主要就是public garden的还有就是他告诉他是一个钱包 就这是确实是一个钱包 嗯对就感觉 嗯可以可以 嗯反正在这里面其实也也亏就是圣洁在这否则的话 给了你网址你复合下来也挺头大的 嗯对这可以看看吧就是 这个还是挺有经验的 嗯嗯然后我找一下那个前端的前端的网址啊 我看一下实际上你们能看出来就哪个是active 可能看出来 前端的我看是 哎不是这个 结果一看前端他就没干活了 嗯应该是这个吧 lip是吧这个是啊不是不是这个这个是我 的东西啊对这个不是这其他的 其他的没什么更新啊这应该是这个我发到聊天 那个什么的哎但是为什么 actu 怎么是2月份的 对 还是很是是是版本啊你们是有有不同的版本 还是他是他是没有科并的他可能在一个private的库开发的吗 我看一看是应该 fature dv可能是dv dv版本是吧 这个分支 就是主版本没有 呃哎但是你刚刚你刚刚那个一般是你刚刚那个一般版本你刚刚一般版本找现起来更新的 我发的就是那个 un 这个版本是吧这个版本我看一下 啊对这个版本昨天对对对这个这个有更新就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对就这个 plugin 对吧这个 哎呀找着了就是这个应该 他是取名我就很奇怪为什么feature 杠了一下 嗯 有那就 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个french的流程就是 非常非常杠什么什么然后它能形成一个目录 嗯 嗯 然后再摸着到面 哦我们就直接写比如说叫tokenapn 叫什么op ok 啊还有写feature 规范是feature杠什么然后bugfix杠什么 嗯 我觉得多了这个杠可能会有问题我就不让他们用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这个其实是规范 一般是 ok 嗯 他们基本上是在实时更新的对 另外那个 嗯 就是我觉得tg的话其实还不是很活跃就是如果大家 比较呃感兴趣的话可以也可以多在微信群里面交流 kg是什么pg tg 啊不够愿是吧 但我觉得tg那个微信群里聊的东西就是就是不太行啊 哈哈哈 对 tg不就是咱们再聊吗 不是对他我他一个说去什么a去这个这个群里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聊的不太行啊这里边聊的 就是有点有点有点偏见啊有点偏见所以就不能不能不能 他那个人有偏见我其实都想就想踢 哈哈 不是你看就是什么牛啊这是玩怎么聊啊你没法聊啊他是所以就只能在没有就就聊技术吗就里面每个项目方都在是吧 没没我们就好好好干活我说干活我聊天几次干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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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这个里边要可能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后有一些功能就就砍掉主要是什么就是 创建钱包和social recovery 因为social recovery 创建的时候是依赖guarding的 social recovery时候也依赖guarding的 然后我们做的publicguarding呢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场景会出现的创建的时候呢简单说就是我们有一个页面可以随机出三个guarding copy过来放进去 我只是说这一种可能啊我们设计更集成当然也可以然后创建完之后呢这三个加进去呃新的钱包地址应该在侧网高二就能生成的呃如果今天下午我们能发出来这个就是核心核约的地址的话 然后social recovery的话呃实际上它还依赖于 挺多这个呃怎么说呢后台和live的这个的话反正到时候一边调一边看吧因为social recovery本身的那个后台还没写完对 先先先调create吧嗯 或者你你先看懂它里面的分布就有一些跟咱们主题无关的呃比如说token显示啊我就不显示token了啊无所谓 嗯嗯或者2FA功能我就不要了嗯 理解是嗯 OK那这个是publicguarding的一个然后那个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那个呃我们的国库就是a start有一个独立国库吗还是说呃没有没有没有感觉对 呃像浩浩那个 黑格松那个hackhouse的grants 以及我们这我们上个月的一些这个资金那个什么空资或者是cbi这个是我们是自己去提交吗还是说 等他对对对对你把提交出来再分还是怎么样呃对都是要提交我理解主理人理一下然后大家同步一下 对对对就是呃你可以这样比如说 对对就到时候可以把这个发给我然后我来统一提交一下我来统一的去就是打这个你你也要chackreview吧给大家确认对对对对嗯对你给我给我然后然后然后我去我去统一提交一下对这个是可以的 你那个徐变得给你了吗他跟我说他不好意思提交因为干了也就可能一天半天他们没给我 没跟我说那就算了吧如果他不给就下个月再说吧他确实做了一两点一个办网站他说也就花了一天半天时间算了他说那就下个月吧嗯嗯 呃也没事其实啊这个就看他调教不教了他教就就给我我总不能替他什么我就跟他说了 他根本是一天半天这个海绵说吗这个 对啊你报给助理人是吧报给我就好 报给我就好就你你觉得干活的你你干了什么值多少工作量吧 比如说那个 许超他是应该定的是一千五还是两千我忘了 呃比如说他就说干了一天或者半天 那我就按这个给你发了 他说没干没干这个人就不发了 就是他是都是帮提这种是吧 哦我我是挺想给hackerhouse申请部分的gram 这不是你申请你不来啊等了你两次对啊 这个你申请你你 对我像你作为一个长拿这个薪酬的 A4A社区的成员是吧 这个这个社区我 我说一下我的kpi吧就就我除了搞hackerhouse写了两篇周报 就是可能还得写一篇技术分析啊 现在还还没开始写准备写 我下周你自己报吧你就比如说这个大概相当于比如说 我不知道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一个兼职能贡献 一周贡献多少小时我不知道就算一下你大概干了 应该干22天中的多少天你干了几天 你大概估一个量就行了是吧 反正我们也也不check但是你报的合理就行 总不能一个月干三个月是吧 可以的 行 行那我们其实是不是没啥问题了这个 对没啥问题就还是就是助理人就是得把那个 呃流程什么的就是可以记一下 这个就是你说那个就周会流程 比如说第一第一个环节 怎么怎么样然后每个人可能几分钟这样就是 可以提升一下效率嗯哦 主要流程这次我们稍微发散了 感觉都会流程 嗯对对 比如说像yap span 我们这第一步是什么看看那个数据 第二步看看那个action那个total list 大家谁干了什么同步一下然后第三步是结构化的 上周上周的记录吧就是上周谁干了什么都直接 现场确认了 所以就也没有争议 我们也不会有争议吧 是 就是 对 下下下下 那学习哎 能那能不能这个哎呀 这个下次你来主持一下不如是 直接直接然后刚好有记录了是吧 我就follow 对 copy一份然后就是 就展示一下这个这个会议流程 然后我我我接下来我我来主持我就这样 对 嗯 你闻到了一发也行 那个不放 对这个的话 我接给你1rps放的那个 你又会一样的 几分钟就看看会计 好 还好 嗯行 那行这样 行这样 行这样 好的好的 好的 好好好我干活去了 干活干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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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